國安局局長李家超接立警方助理社團事務主任建議 根據社團條例151章第8條 以基於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為由 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 他承認是回歸後首次引用條例 條例亦都說明 國家安全是說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獨立自主 一旦刊憲民族黨將被列為非法組織 我現在正是考慮助理社團事務主任的建議 是否行使社團條例第8條的權力 禁止香港民族黨的運作或者繼續運作 在我作出決定之前 我按法例的要求 就為何不應該作出禁止運作或者繼續運作的命令 給香港民族黨機會 向我作出他認為適當的書面申述 他說同一天已經發信給香港民族黨 可以在21日內提出申訴 而為了不影響辯解 他現階段不會作任何評論 他亦都否認是受到政治壓力 你不可以將說話放縮我 我是沒有自認說的 剛才我所說很清楚 是按照社團條例的法律條文和程序 去啟動社團條例第8條 一定要基於事實、證據和足夠的理由 才可以啟動第8條 至於為什麼要選這個時候執行條例 警方助理社團事務主任 又是根據什麼理由作決定呢 他通通沒有正面回應 重申警方助理社團事務主任 只是根據條例履行職責 他又強調現今還未作出決定 決定之後會再公佈 而即使刊憲之後 民族黨亦都可以在30日內向行政長官申訴 他亦都多次被問到 會不會同時引用這條條例 去禁止提出民主自決的組織運作 李家超沒有正面回應 但強調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 是非常重要的底線 Live TV記者 廖獲恩報導